健康SG计划开跑近半年 卫生部表示 约六成已加入计划的居民 向私人诊所登记 其余的参与者则是向综合诊疗所报名 受访家庭医生表示 国人加入计划后 一般会选择接种流感和肺炎求菌疫苗 记者陈思选报道 来福市医疗集团旗下有40多家家庭诊所 平均每家有600人 已报名参与健康SG计划 集团在较忙碌的诊所 部署健康SG大使 向不太了解最想计划的病人 进一步解释 有些病患者 他们是可以得到免费的流感疫苗 65岁以上的可能可以接种 PCV13和23 也会常规性的去看 他们接种的记录 有没有新冠病毒接种完整 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担心 付费的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是私立的机构 旗下有10家综合诊疗所的新宝集团表示 目前参与计划的人当中超过85%是60岁以上的年长者 大部分都是诊疗所原有的病人 综合诊疗所有包含医生护士等的关爱团队 为参与者提供医疗服务 经常会听得到的 好像说什么是健康SG计划 那参与这个健康SG计划 对我有什么好处 会帮助他们一起去商讨 一些适合病人的保健护理计划 40岁以上了 政府也是一直都有提倡 就是需要体检 他们来查了 原来我之前不知道 目前已有超过60万名居民加入健康SG计划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报导